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力气数电影 对于灰姑娘这三个字我们实在熟悉不过了 而是的我们还经常和小伙伴们上演各种现实版的童话故事 因为没争到灰姑娘这个角色气得多吃了几碗饭 时至今日,灰姑娘的传奇经历你还记得多少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真人版灰姑娘吧 我们的女主灰姑娘有着柔顺飘逸的秀发,美丽娇艳的面容 更重要的是她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 爸爸疼她妈妈爱她的家里还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庄园 一座闪霄人眼的大别墅 等到这个时候的人家还不叫回国养套一个十分顺口且高贵逼格的名字 Sindryla 不过,女主她妈注定多灾多难 不然后面的故事就没法发展了 果不其然当女主刚刚上学的年龄 善良美丽妈妈就和她挥手告别 离开了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事情妈妈的Sindryla非常伤心 她的世界一片灰暗 幸好还有慈爱的父亲支撑着这个家庭 家里的车房一如往常 俗话说,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会有晴空 Sindryla渐渐地走出了生活的阴霾 虽然时常会想起亲爱的妈妈 但作为TG的小棉袄 她怎么再能让父亲为她担心呢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 风雪回家Sindryla闲着没事就数车数勤数房子 慢慢地她长大了 都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 作为女主的Sindryla 没有打破这毫无科学传言的依据 等等 当Sindryla成年以后 手把多年又帅气多尽的爸爸终于决定告诉女儿一件事情 没错,她决定续闲 一位面恶心也恶的女人带着两个娇生惯养的女儿 很快就迎进了家门 为了让爸爸放心心的Rila总是把委屈埋在心底 可是没过多久 连唯一有血缘关系的爸爸也意外去世 Sindryla仿佛回到了母亲离世那一天 不过她眼中的世界已经完全变成了黑色 家里的一些财产的威后妈紧紧地钻在手里 Sindryla什么也没有得到 不仅如此 连一天一个鸡蛋她都吃不了嘴里 洗碗刷锅扫地拖地 洗衣做饭,整天就是围着灶台转 Sindryla被当成了家里的奴仆 这些盒她从来就没有干过 心里那叫一个委屈啊 简直就像个可怜的小白菜 时间长了 后母和两个姐姐就嘲笑她灰头土脸 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做灰姑娘 不过灰姑娘到底是本性春梁 天天吃黑面包喝西北风又怎样 就当免费减肥了 她一伤心难过就跑到树林里 小树林是世界上最容易发生故事的地方之一 终于有一天灰姑娘遇到了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 老代说女君子好求 一番说出笑容之后 男子喜欢上灰姑娘 彼此告别之后各回各家 小树林里的男子其实就是这个国家的王子 他准备回家向父亲言明心意 但执拗的父亲却坚持认为 他未来的儿媳妇必须要全国的试婚女孩当中挑选 我一直搞不懂王室为什么都非常忠情于 宴会招亲这个俗道的方式 难道就不怕有人暗杀吗 算了算了或许这就是王室的迷之气场 总之王子的招亲宴会还是无期去行了 灰姑娘的后面把两个女儿惊心的装扮了一番 立即赶往了舞会心场 被命令禁止外出的灰姑娘也很想参加 毕竟易懂王子的风采是很多少女的梦想 但是她被捆在了脏兮兮的阁楼上 也没有合适的宴会服装 正在她默默祈祷的时候 魔法精灵出现了 今来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帮助丑小牙秒臉天鹅 于是华丽丽的灰姑娘如愿出现在了王子的宴会上 迅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她见到了那个小树林中的男子 也就是我们的王子 两人欢快地跳起了舞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午夜钟声响起灰姑娘消失了 只悬下了一只水晶鞋 王子发出通知 全国剩下的女孩都来试穿这只水晶鞋 真可谓是丑态百出 这里其实就在讲一个朴素的道理 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当全国剩下的女孩都无法穿上这只鞋 使灰姑娘出现了 那只鞋子与她的脚正好合适 王子终于找到了心爱的灰姑娘 灰姑娘就这样 只是参加一个舞会就遇到了喜欢的人 还成为了国家的王妃 灰姑娘和王子幸福地在一起 没事就数宫殿 数庄园 数豪车 数孩子 关于灰姑娘真实与虚幻的争论一直存在 但却很少人关注灰姑娘 为应对生活而做出的改变 其实现实中国比荧幕电影还要戏剧的多 只要足够努力 我们怎么能够经过轻易的否定奇迹的发生呢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 爱你么么哒